中央电视台广而告知 无有正人买鞋,以绳定其大小 木工用木取料,以绳定其长短 巧匠建屋垒强,以绳定其屈指 绳的特性被沿用至今 司法制度就像无形的准绳,度量着我们的社会 保障司法公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